喜加德股权激励358模式,是最非常经典的,且简单有效,即便于培养人才,又加快企业发展的步伐,喜加德用358模式,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 现在喜加德在全国已经开出500多家直营店,在于微残眼界的华为,喜加德坚持只做直营,不做加盟,证明358模式的有效性。 喜加德的358模式,引起了不少企业的兴趣,不仅仅限于餐饮企业,还包括餐饮以外的企业也在摸索能否在自己的企业引入358模式。 358模式的核心,在于把企业变成员工发展的事业平台,对员工来说,在企业发展没有铅花板,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。 店面股份激励,分就是3%,即所有店长考核成绩排名靠前的,可以获得甘股深股收益。 这部分不用投资,是完完全全的分红。 5就是5%,如果店长培养初心店长,并符合考评标准,就有机会接新店,成为小区经理,可以在新店投资入股5%, 8就是8%,如果一名店长培养初了5名店长,成为区域经理,并符合考评标准,在开新店,可以在新店投资入股8%,另外还有20,就是20%, 如果店长成为片区经理,可以独立负责选择经营,此时就可以获得新店投资入股20%的权利。 这种方式极大的调动了店长培养人的积极性,并且店长与新店长之间,利益相关,沟通成本即低。 管理股份激励,对于公司职能管理层,也根据不同的层别,并设定讨核标准,达成讨核标准, 其可以2%和,5%占比投资入股到新开门店,获得门店收益。 职能管理层的成功协力,也带给员工十足的干净。 高总的理念是,用成功复制成功,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员工对投资入股非常期待,员工之间比赛看谁干得好,进步快,落后就没有入股的机会了。 管理制度创新,358实施后,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加入,并为喜加德带来了可观的回报。 喜加德的高总具有分享精神,愿意让更多的企业了解。 358,推动包括餐饮行业在内的企业是适合伙制。 高总认为,如果有更多人借鉴358模式,就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。 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好事,未来的趋势必将适合伙人时代。 打打独斗不再是时代潮流。 更多要去意图已经形成规模和品牌的平台实现创业梦想。 而企业也必须清晰使命,为更多有想法的人创造发展机会和空间。 大伙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奋斗,成为合伙人,给自己当老板。 358带来变化 1.358模式经过持续完善,目前在企业当中获得了90%左右的高度认同。 2.一坨358模式,喜家的优秀电经理,等流失率基本不到5%。 享受到358的小区域更是全年龄流失,而普通参与企业流失率是30%到50%左右。 3.3%的深股收益不受年限和资历限制,而要实现5%投资入股资格,平均计算下来只有19个月不到。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,14个月左右,又可以获得8%投资入股的资格,裂变速度令人驾舌。 当然,在这个平台上是奋斗越久,创造的价值越大,砥砺前行。 358让喜家的更加坚信,中国的水饺一定会走向世界。 喜家的已经启动品牌战略,将喜家的打造成水饺的代表品牌。 在这个全员创业的浮躁时代,希望通过喜家的358案例的分享,让更多企业加成下心来,集中精力专注于做好一件事。 智者不博,博者不智。 358让企业告别竞争的红海,开创属于自己的品牌时代,用企业造福于社会,造福于更多的员工。 企业不仅要做大,更要做强做成,正如喜家的的理念。 传承百年,走遍世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